主料,香肠200克,主料,胡萝卜丁,玉米粒,青豆,面粉,发酵粉,马苏里拉芝士,洋葱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香肠打开,青豆,玉米,胡萝卜丁准备好,青椒,洋葱切丝,马苏里拉脆准备好,温水加入发酵粉,加入面粉,合成面团, 发酵至两倍大,面包好,揉成光滑的面团,改成薄薄的圆饼,放在菊花盘内,软掉边边,用叉字插眼,防止其骨,烤箱熨熨200度,将其放入,烤15分钟,取出,刷番鞋酱,将香肠片麻在披萨上,卖在洋葱圈,打上一层马苏里拉芝士,将胡萝卜丁,青豆丁,玉米粒麻在上面, 下面再撒一层香肠片,下面撒洋葱圈,打罢苏里拉芝士,再次送入烤箱,烤1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 1.面皮上用叉字插眼,防止其骨,2.提前将玉米粒,青豆粒,胡萝卜丁切好,准备好 3.事先将面饼放入烤箱烤15分钟,铺上材料,再次烤10分钟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